来看到就是这一名横行呢 大台北地区的校园大道终于落网了 那么这一名张姓冠妾呢 他在下手之前总是会勤做笔记 确定呢是哪几间学校比较好偷 他才会下手 所以呢之前呢 跑了好几个学校都逮不到人 不过最近呢 他则是在台北县林口乡的一所高中呢 被发现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电脑上 是喷上了学校的名称 虽然这一名张姓冠妾偷了之后 还来不及脱手 立刻被警方逮捕 他就是校园大道 40岁的张姓冠妾 上个月带着一堆工具 侵入台北县林口一所高中的办公室 偷偷搬走三套电脑设备 钻了就进去了吧 然后就是不是就打开 打开这个 如果没有关的话 那天是没有关就对 台北市行大宿窃组要抓张姓嫌犯 在他住处个人发现 喷了这一座高中校民的电脑通知校方 不过三套电脑只剩下一套 其他都已经遭到变卖 警方还找到一本笔记本 原来张姓冠妾下手之前都会事先做笔记 他针对就是大台北地区各校园的 他都会有去先做观察 哪个是可以去偷的 哪个甚至还有变卖的地方 选择容易下手的校园偷东西 不过摆命一输 来不及变卖的电脑 上面的学校名称还是让他栽跟斗 而台北市去年曾经试办 电脑设备也要落马 登陆在警方的系统里 切刀率因此下降20%到30% 所以今年6月底以前 全台北市校园都会完成电脑设备落马登陆 也方便警方查到实浅脏物 能迅速联络到学校来领回 中天新闻林世红 肖志光李小玲 台北报导